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一下貓咪大戰爭合作最後的夢魘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全神劍合作配置的拔刀斋來做一個通關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以及需要的擊斑 我都有打在畫面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後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我們可以先抓斬左不守銷偷一個回合 好 接著第二回我們就開拔刀斋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抓拔刀斋去轉一個滿版喔 OK 好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的話我們就抓斬左一樣不守銷偷一個回合 好 接著第二回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拔刀斋 好 那我們開小薰 好 那我們就直接抓拔刀斋就可以了 OK OK 好 接著第三 好 第三我們一樣開拔刀斋 然後這邊一樣抓拔刀斋轉一個滿版就可以了 好 好 這邊沒轉到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四喔 好 第四的話我們開拔刀斋 好 讓我們開斬左 好 那這邊我們要抓拔刀斋稍微大力轉一下 就是把那個水的位置放到第二跟第五直行去喔 好 這樣沒有天降會剛好是20康喔 好 接著來到二血 二血的話呢我們就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開斬左 好 斬左的版面就是新珠20顆 所以我們就等於水再消4顆 那剩下的用疊的就可以了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武田關流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一樣再開個小薰 好 然後抓拔刀斋 OK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我們先把武田關流關掉 好 然後這邊我們先抓拔刀斋 把全版都塗過去 好 這樣30水先達成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抓拔刀斋去轉到滿版喔 好 這樣 OK 好 拔刀斋版面是20顆啊 抓角色豬就變21顆水 好 接著來到第七 好 第七我們開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開小薰 好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抓自己的拔刀斋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會剛好連擊有相等到 好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王一的話呢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 注意印記就可以了喔 好 來 接著第二回我們就 開那個斬佐 好 然後這邊抓拔刀斋 好 拔刀斋抓下去會有一個抗憤效果喔 好 所以就可以打出傷害了 好 來 接著我們一樣開斬佐 好 抓拔刀斋 好 如果有第四回合的話 一樣齁 就斬佐拔刀斋這樣子 好 接著來到二血 二血這邊我們先開任位 然後我們把場上最少的一種齁 假設說這邊是水好了 我們就先把四顆水 放到邊邊角角 這樣子 然後空轉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回呢我們就放剩下的四種 這邊分別是火木光星 然後一樣把它放到邊邊角角 然後空轉就可以了 好 火木 然後光 星 OK 記得是空轉喔 不要消到任何的珠子 好 那接著第三回呢 這邊就把五田關流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轉完去把龍科打開喔 好 這邊我幫大家試過 一個天降都沒有的話 傷害一樣是足夠的 所以不用擔心喔 好 好 這邊可以看打出去的傷害喔 有天降是打這樣出去 阿沒天降就是 大概第二下會把敵人收掉 好 最後一條血我們就開拔刀斋 好 然後我們抓拔刀斋 消掉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這邊是全神劍配置過這個夢魘 也是有雙成就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噗